地宁首都雅加达大水都淹到膝盖 居民扛在肩膀上的不是家当 而是投票箱 排除万难就是为了周三这天 全国多达两亿选民 要选出下一届的总统 季节暴雨阻止不了 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单日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佐科威已经当了两届 必须交棒 接班人可能还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这次呼声最高的是 现任国防部长普拉伯沃角逐大卫 搭配的副手就是佐科威的长子吉伯朗 若是当选 势必会延续佐科威跟中国合作的路线 堪称吸票机的基础建设 还包括接下来跟中国继续合作的 雅万高铁延伸线 以及困难重重的 努山塔拉迁都计划 印尼选民要抉择的不只是政策的延续 专家认为这次选举中 种族牌完全失灵 正总人口1.2%的华人 终于能慢慢被印尼社会平等相待 TVH 众布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